以前秀場真的 除了說我們剛剛在講這些 很有趣的事情以外 黃色笑話 也是其中的領情文人物 烏王是費玉清 肯定不是我 但是他都到我家來聽故事 據我所知 他聽我說的 他就帶他台店去賺錢了 哎唷 我就提供他賺錢的資料 原來你才是真正的原油商 我說我為什麼要幫你賺錢 他說不然你自己講 我台店我不敢說 不過說真的以前的尺度 跟現在比較起來的話 差多了 現在好像尺度更開了 真的喔 我們的年代其實還有警備總部 還有新聞局 有很多人在管我們 對 所以其實 你一天被判過歌奸 歌奸 歌奸什麼 就要不然要判斷 你要金翹半年 因為歌詞嗎 因為你說了黃色的 或者什麼之類的 穿黃色沒關係 沒有啦 就一天被判過 連鳳飛飛這麼老實的人 也被禁了半年了 真的喔 那時候的外哥是唱怎樣 為什麼會被禁呢 有很嚴重嗎 那時候譬如說簡單的 好來簡單的 我簡單的講一個 來一個簡單的 我有一個人 很久都不要去判斷 你們這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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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算 他說 我們這裡有五千的到五十的都有 怎麼差那麼多 五千還有五十的 有啦 五千的就是 頭門長長 連仔伯伯 連仔伯伯 那五十的 五十就 頭門伯伯 連仔伯伯 好厲害喔 有有有 那合理這個價錢合理 這個短殺傷力很強 有沒有 所以笑話如果自己一直笑 一直講講很長沒有用 對 簡單簡單 好厲害啊 對啊對不對 我來唱歪歌好 歪歌喔 為什麼當時其實歪歌 不是諸葛亮發明的 不是 也不是賀一航發明的 不是 叫做廖俊 廖俊 還唸蓋 還唸料啦 某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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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б 像這樣這樣 ren 真的喔 蛮有趣的 要聽嗎要聽嗎 不是 我要先聽一下 這一些地方現在都還在嗎 還有雜播均嗎 有的還有